就讲到刚才这个奇迹 东北人就讲一个例子 就那个杨敬宇将军 那是那是 他说日本人本来瞧不起中国军人的 所以打垮掉了 杨敬宇 河南人 所以我开始的时候 我刚才在台湾 那是日本后来军部有材料 日本人是以军体葬他 而且大家明里炮 张志忠 杨敬宇 日本人最敬重的就是英雄 就是武士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叫实力 日本人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实力至上 你的实力比我厉害的时候 我怎么都服你 你没有这个实力 怎么都不成 所以就说 你比如说说抗日 什么艰苦卓绝 我后来看这个黄仁宇 黄仁宇他当年他就是 他那个说叫什么 叫青山 对 他后来讲 就实际上 这真的等于是一个 现代化的军队 和一个前现代的军队打 他说 他后来 他现在有个 有个我方的将军 就说 说实话 我们一个打他们 不是 他们一个打我们十个 那肯定 就因为他日本兵 他受的现代武器 现代训练 打枪都被我们打得准 三八年纪之前 都是神将手 所以在当时 包括中国的军队 我觉得黄仁宇 分析的很有意思 因为他本人 就在战争之中 他说 经过了抗日战争 中国的军队 才完成了国家化 就是说 他开始有一种 国家军队的自觉 他说 在那个之前 一个连队 靠着是刘关张 三国演义 那种文化 就觉得 连长 连长冲上去了 子军 清兵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或者这个哥们弟兄 他还不是特别有 后来的这种 国家军队的概念 就完全像大哥死了 我们就往上冲 对 所以呢 他说经常表现出啊 往前冲的时候 还能结起一伙 往前冲 一旦溃退 一下就散了 就是你那个 当时实力是这样 所以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咱们在战场上 死的将军 是 这个二战各国当中 最多的 实际 我后来看张子忠 后来写的一些信 其实是为什么呢 就知道军力不如人 也知道这个军队 就是这么个 训练程度 组织程度 那就说 你能让士兵们 跟着你往前冲 你自由先死 你去先死 身先士族 身先我死 所以你看张子忠 一直就是说 打到现在 没有一个将军死的 这就不行 就这死 其实他 我都认为 他早有求死 实际上一说 他早有求死 这个呢 就是一死 这个还是古风 就我们为什么古风 还是古风 我们还是到 中国的古风 军人的古风 这世界很苦